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美食第一神剧《孤独的美食家》第十季第二集 全新一季开始了,小伙伴们都来留个言吧 这天五郎的客户给他讲起了星星的奥秘 什么天狼星,南河三,身锈四的 而五郎最近几天早起晚睡的,竟然迷迷糊糊的要睡着了 他赶紧坐直了听课,爱好天文的客户讲得兴致勃发 而五郎想着今天要回事务所查资料 明天要和客户开会 然后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一下醒来张开眼 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睡着了 这也太不礼貌了 他赶紧到处找客户 而客户端着咖啡进来 五郎忙道歉 客户哈哈笑着说 这表示五郎真的很放松 是星空的治愈效果让五郎睡着了 这次客户要委托五郎给他设计一下这个房间 窗帘换成像银河一样有星星图样的 上面有天鹰座,天琴座,一路到先后座 还给了五郎一个星座参考图 他还要把另一边弄成一整面的银河 在天鹅座那边弄个水晶吊灯 下面地板想要间接照明 还要星空图样的地毯 这客户是银河护卫队的吗 这么喜欢银河 但五郎的脑子可是记不住了呀 他忙跟客户确认星座位置 结果他全记错了 客户一一复述 他才好不容易记住 从客户那里出来 五郎感觉整个脑子都要沸腾了 必须赶紧冷却 否则就爆僵了 他一路走到了港区白金台参观 走在里面有种在历史中散步的感觉 出来后他走过一处风景极度清幽美丽的小径 走到一处特大的草坪上 草坪上有很多人在野餐玩耍 五郎找了个桌子坐下 感叹这里世外桃源一样的美景 这地方是高档住宅区白金台的正中央 望着蓝天白云 五郎感觉惬意的很 身体放松脑袋放空 结果这俩一放空 肚子就被唤醒了 他顿时就饿了 必须赶紧吃饭 立刻马上 五郎迅速拎起包 大踏步的去找食物了 但走了半天 大街上什么饭馆也没有 于是他冒险一头扎进了一条小路 结果转了一圈 依旧没看到饭馆 五郎怀疑 这些个有钱人都去哪吃饭呢 难道在家里肯钞票吗 他看到一家咖啡馆 有人在吃东西 但感觉咖啡馆的餐点绝对吃不饱 他犹豫要不要走到木黑车站那边吃饭 又怕走到半路 寒饿而死 他正犹豫不绝时 突然看到了一家饭馆 印尼餐馆 印尼菜他还从没体验过 所以不确定会不会踩雷 但当他看到广告牌上 有印尼炒饭后 顿时放下心来 只要有米饭 他就能活 于是他就勇敢的走进店去 店门口的布置 虽显凌乱 但却很好看 一位很有个性的大姐 喊他到里面坐 五郎走进里间 发现这里窗名几近的 还有一对老外在点菜 个性大姐给五郎拿来湿毛巾和水 告诉他黑板上的菜都可以点 一块黑板是汤和前菜 另一块黑板有肉类海鲜米饭 还有面类 五郎走进了看 上面写着很多他不认识的菜 他简直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也看不懂 但有的菜倒是有注视 他看到了鸡肉粉丝汤 牛肚汤什么的 他把目光转移到另一块黑板上 他看到黑板上有人当 还有人当汉堡 旁边还有咖喱 最后终于看到了印尼炒饭 他决定用印尼炒饭做主食 但不知道点点什么配菜好 于是他问个性大姐 人当是什么 大姐说人当是获选为世界第一美食的料理 说没吃过必须要尝一尝 五郎心说 你还是没说人当是个啥呀 那这大姐问 吃还是不吃 五郎忙说吃 然后又点了个印尼炒饭 还点了个牛肚汤 以及一杯印尼红茶 此时又有两位常客来吃饭 跟个性大姐打招呼 个性大姐用印尼语跟对方打招呼 很快大姐把印尼红茶断了上来 让他按喜好调味 五郎喝了一口感觉不够甜 于是加了甜 如此喝起来能感受到南锅的甘甜 由海风迎面吹来 牛肚放到锅里开煮 印尼炒饭在铁锅上被颠来颠去 看来很多国家都习惯使用炒锅做菜 很快印尼炒饭和牛肚汤就给五郎端了上去 这两样红黄白绿的搭配还挺好看 那牛肚汤里的牛肚竟然是金黄色的 不知是用什么香料腌制的 分外漂亮 还撒着葱花和香菜 五郎赶紧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用勺子摇起厚厚的牛肚 然后喝了口汤 我去你这是晃点我们呢 喝完汤他才咬起牛肚吃起来 真的太鲜浓了 口感劲道味道浓郁 跟日本牛杂汤完全不同 他一勺勺的吃着 那香料的味道真是不一般 让五郎回忆起了小时候的味道 此时那两位小伙也开始点餐了 点了鸡肉面肉丸面还有印尼烧麦 另一个问烧麦是中餐的那个烧麦吗 小伙说不是的 但看起来有点像 此时五郎开始吃那个印尼炒饭了 颜色有点像番茄酱炒饭 顶着个鸡蛋 旁边还有一块炸油饼 印尼炒饭可是印尼料理必吃的招牌菜 粒粒分明光泽有人 蕴含着满满的热带风味 五郎把鸡蛋戳碎 涂抹在米饭上 摇起一勺送进嘴里打嚼起来 米香淡香和香料香 荡漾开来 滋味好极了 还带着微甜 和带劲的中式炒饭 完全是相反的风格 五郎一口口吃得很开心 他卷了一叉子牛肚汤里的粉丝吃 感觉粉丝煮得好温柔 像集了情人温柔的长发 虽然他没有情人 他看到两个老外 将辣酱倒在炒饭上吃 他也在炒饭上挤了不少辣酱 用勺子摇起来 一口送进嘴里 一股辣味直刺他的舌头 不过这辣酱是甜辣味的 五郎吃的还挺受用 所以又挤了些辣酱 接着他又抄起一瓶 闻起来有点甜甜香味的调料 倒进米饭里 他用勺子馋起米饭 送进嘴里品味 口感太甜了 甜的都发腻了 他看到盘子里有柠檬 于是往牛肚汤里挤了柠檬汁 这样吃起来 酸酸的鲜鲜的 简直太美味了 他一口牛肚一口汤的 全给吃光了 他的食欲被激发出来 决定再点一道菜 在黑板上一通寻找 看到了鸡肉蘑菇面 他顿时兴奋起来 厨师在大锅里 搅拌着香料满满的牛肉 此时歌星大姐把人当 给五郎端了上去 五郎赶紧点了一份鸡肉蘑菇面 歌星大姐疑惑的问 吃得下吗 那好吧 然后就走了 五郎心说 您在这自问自答呢 不过那道人当可真是不错 大块牛肉冒着热气 酱汁浓郁 香料浓香 没错 人当就是香辛料炖牛肉 那颜色那块头 真是让人蝉咸欲滴 很像咖喱炖的 五郎咬起一大块牛肉吃起来 肉质紧实 却鲜嫩 越嚼越香 香辛料分外香浓刺激 但那味道绝不是咖喱味 五郎被惊艳到了 这好味道出乎他的意料 他一口口的吃着 真的吃美了 他还将牛肉咬进米饭里 做成他最喜爱的盖饭 牛肉配炒饭 好吃又好看 这道南国辛香料炖牛肉 俘虏了五郎叔 他咬了一口脆饼 咔嚓咔嚓的 很香很脆 他还将生菜叶和牛肉 放到脆饼上 做成他喜爱的汉堡吃法 大口一张就咬了下去 肉香饼香 让他感觉好幸福 他三口两口就给吃光了 此时他点的鸡肉蘑菇面上桌了 还有一碗鸡汤 个性大姐说可以站着吃 这道鸡肉蘑菇面是相当的不错 品相诱人 鸡肉也很多 五郎夹起一块子面 塞进嘴里品尝 同样有些微甜 鸡肉和蘑菇都很入味 很好吃 他一块子一块子的吃起来 还将面条蘸了鸡汤吃 口感变得愈发滋润 鸡汤的味道很浓郁 他立刻咬了一勺鸡汤喝 真的是鲜啊 五郎很兴奋 边吃鸡肉蘑菇面边喝汤 就仿佛置身于印尼岛上的路边摊 体会着自由自在 吹海风吃美食的时光交错 最后他果然没忍住 把鸡汤倒进面条里 做成汤面 一口口的往嘴里吸溜 很快一碗汤面 就稀里哗啦的进了他的肚子 他心满意足的 说了声多谢款待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结账一共4631元 他问个性大姐来日本多久了 个性大姐说 我是本地人 五郎很茫然 边走边琢磨 那大姐真的是日本人吗 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之后原著漫画作者九住叔 也来这里探店 印尼啤酒是他的弊点 端起来喝一口 非常舒爽 而他点的印尼蔬菜沙拉 看上去很新鲜水嫩 扁豆豆芽黄瓜 和用大豆做的发酵瓶 拌在一起 九住叔吃了一口 脆嫩脆嫩的 口感很有趣 里面的豆芽可真是嫩 这道菜绝对是下酒佳品 然后就是烧卖拼盘了 里面还拼着鸡蛋和炸豆腐 浇上花生酱 看起来很好吃 九住叔夹了一块的吃 感觉滋味不错 味道甜甜的 印尼那么爱吃甜的吗 反正九住叔吃得很开心 本集中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顾嘴白下次见 有猴